大家好,欢迎光临功夫者,我是本期的主角宁教练,这节课的内容是武术平衡能力训练 本次课程共涉及到三种平衡方式 第一,扣腿平衡,第二,盘腿平衡,第三,膝膝平衡 下面先看第一种,扣腿平衡 立正站立,抬头挺胸,收腑,牧师正前方 双手抬起,使得手交叉,放于胸前 抬起左脚,扣在右腿膝关节后侧 同时右腿微微弯曲,下蹲,重心下降 好,伸手掌 注视右手 由五秒钟开始,逐渐延长 好,收 好,看一下侧向 提手 扣脚 重心微微下蹲 气往下沉 五指抓地 分手 好,收 好,看一下 背向 立手 扣脚 右腿下蹲,五指抓地 吸身点铁 好,收 左右腿 重做相同 好,下面给大家介绍 第二种平衡 弹腿平衡 双手 合十于胸前 抬左脚 放在 右大腿 膝盖 膝盖上 膝盖上方 右腿屈膝 气身单田 五指抓地 重心 下蹲 好,收 换一下侧向 放手 合十 右膝盖 右膝盖 大家不要勾头 拍腰 好,收 看一下背向 双手 合十 拍腿 右膝 膝盖 弯曲 重心 下蹲 接近水平的位置 好,收 好,第三种方式 T膝平衡 我们采用的是 三打当中常用的 T膝格斗式来练习 右腿直立 左腿提起 大腿小腿加紧 脚背稳平 肘欲膝 相喝冷 肘不离泪 眼睛目视正前方 好,收 换一下侧向 T膝平衡 大家要注意 肘不离泪 手不离自己心窝 好,走 右腿保持直立 左腿提膝 弯曲 大腿小腿加紧 好,看一下 对象 保持直立 五指抓地 细心正前 顾示正前方 好 本期的教学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